继续来看到中国跟台湾之间禁止农产品的争议 是不是又有更新的进展了 今年的4月份中国针对全球业者寄出了进口食品的新规定 而卫福部今天也召开了紧急记者会 提到前两天收到了公文 有14类产品必须在这个月底之前 以国家来提出包裹式的申请 所以现在也要求台湾的业者能够尽快的上平台来申请 想把胡萝卜金针菇等14类的产品书网 中国业者要注意了 中国发布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规定 针对全球业者规范 从明年1月1号起生效 必须以国家为单位整理业者名单 向中国海关申请注册 在这个月31号之前必须提出 才不会影响到未来出口食品到中国的程序 距离申请时间剩下半个月 时间相当改 因此经济部农委会 卫福部联合召开记者会 并从16号开始 联会举办七场说明会 希望业者上平台登记 透过政府包裹式整包申请 会比个人申请简单 除了肉与肉制品水产乳品 燕窩与燕窩制品 原本就已经获得注册的业者 注册持续有效之外 包含风产品 植物园性食品 像是凤梨酥等包线面食 共14类的食品都有受到影响 在下礼拜一 请他们务必要在22号以前 来完成登录 卫福部表示受影响的业者 高达数万家 14类产品中产值高达24亿左右 建议业者尽早申请让政府送箭 会比自己送来的简单 华市新闻 孙明黄昭盛台北报道